很高兴通过视频参与第十二届央视财经香港论坛 此次论坛的主题是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期待各位就这个话题充分交流 今年首三季香港经济按年增长7% 服输势头稳固 经济在第四季应当按年稳健增长 预计香港全年的经济增长可以达到6.4% 只要本地疫情继续受控 加上内地与香港逐步恢复正常跨境人员往来 我对香港明年的经济前景是乐观的 展望更长远的未来 我对香港的经济更是充满信心 本届特区政府在过去十年多 已经投资了超过1300亿港元 推动创科发展 取得了理想的成效 按我们的规划 未来香港的北部都会区将会有15万个创科的职位 很快就是2022年 也是特区成立25周年的重要时刻 希望内地的朋友们能亲自来香港 与我们一起庆祝 最后我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各位嘉宾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欢迎光临第十二届央视财经香港论坛 借着夜广大湾区深度融合 进入快车道的东风 央视财经香港论坛的影响力 日以扩大 已经成为财经领域 每年的重要活动 和有着生涯影响力的品牌 在危机中遇心机 与变局中开心局 不断激发高资料发展的内生动力 全球发展的最大机遇 在中国 香港发展的最大机遇 在内地 十四三下 从来不乏创新和拼搏精神 香港是国际金融 行应和贸易中心 是一片创新的乐团 在夜港大湾区中的重要性 预发凸显 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地位 举足轻重 找准 国家首须 和香港所长的交汇点 必将为香港这个东方明珠 发展 提供新机遇 注入心动人 开拓新空间 我代表香港大公共会传媒集团 向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近年来 香港有两道志的重大转折 充分证明 确保一国良知事件行为志愿 必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 随着习一宣计制度的辅助实施 对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原则 发展符合香港实际的民主 塑造香港良政善治的新格局 具有重要意义 也将游历于发展香港经济 改善眉省复制 作为扎根香港的爱国爱港传媒 香港大公会传媒集团 愿于各界一道 为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实现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明年香港将迎来 汇归祖国25周年 详细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香港 在大湾区加速融合的大北京下 将不负时代不负期望 这样放出更调研的光芒 我们相信在这些政策的落定和推进 实施明年的经济发展会走得更好 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韧性会更强 我们期待着明年中国经济会有更好的表现 目前我们在香港也已经把我们全球内的产品 进入在香港市场 随着我们在大湾区的整个供应链的建设 包括工厂 供应链 忍链建设 愈加成熟 随着疫情的环节 我相信整个对香港市场 和香港消费者的服务的水平 也会更加提高 也为香港人民带去更好的 更有品质感的产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